疫情下特色户更受追捧。成交价旅创新高。今年年中泊傲装三一个四房年天台特色户以7650万元售出。实用尺价45133元。 创新价一手分层物业新高尺价纪录。二手方面,升域掀一个高层幅式户以6300万元售出。单位为三房间隔。实用面积1510方尺。实用尺价约41722元。 创屋院成交价及尺价新高。现时,工作模式有所改变。不少员工在家工作,因此对住屋要求有所改变。以往买家追求交通方便。就近工作地点等要求变得次要。取而代之是希望拥有更多户外生活空间及更宽敞。 更舒适的家居环境。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。坐拥理想居住环境的特色户更受市场欢迎。根据中原楼市大数据资料。 D类及E类二手私人住宅买卖合约登记最近二年均有上升。2020年D类及E类二手私人住宅买卖六得1640宗。 较2019年1561宗按年上升5.1%。2021年首10个月D类及E类二手私人住宅买卖六得2002宗。 以超越2020年全年中数。较2020年升22.1%。 可见市场对大单位需求有增无减。买家扣入特色户随自住用途外。还可以作升值投资用途。对抗通胀。物业与其他投资产品比较。相对稳健。 股票市场过去两个月十分波动。多只大型科技股从高位回落。恒生指数年初至今下跌约7.8%。黄金价格年初至今六得约5.6%跌幅。 楼市侧一支独秀。疫情对楼市未构成重大冲击。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年初至今升幅达5.6%。 稳步上升。特色户供应罕有。部分单位潜在升幅可优于大市。不少买家愿意投放较多资金于保值的物业市场。同时改善生活质数。 请不吝点赞。